近日 加拿大政府买下了澳洲公司 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的一个矿区 避免中共获得加拿大的稀土资源 来看报道 周一 澳大利亚Vital Metals公司宣布 把其在加拿大尼克拉科地区开采的稀土库存 以300万加元的价格卖给萨省省府研究委员会 该交易由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促成 为防止加拿大的稀土资源落入中企手中 这笔交易额高于早前Vital Metals公司 与中国圣核签订的交易额 去年12月 Vital Metals将开采的尼克拉科稀土矿 出售给中国圣核公司时 引来加拿大朝野的强烈批评 尼克拉科项目是加拿大唯一进行开采的稀土矿项目 加国政府认为尼克拉科地区含有重要的战略资产 有助于国家繁荣和实现关键矿产目标 并将这一开采项目划入 解决中国主导关键矿产的方案中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从2022年起 加拿大则令三家中国公司 退出在加拿大关键矿产的投资 今年5月 加拿大和美国共同投资两家关键矿产公司 以确保壁、菇、石墨等战略资源的稳定开采和供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舒灿加拿大报道